我猜猜看哪一個螢幕你們可能是比較不會做的 我要講那個第十題 我把第十題講完就好 哈囉 我們來看這個第十題 這個第十題我們給他三個讚喔 他有一個圖喔 同學你現在看著這個圖 然後你想想看怎麼做 他說右圖這個扇形的圓形角 角A是45度 半徑叫做4-5 然後他裡面有一個內接正方形 請問你那個鋪設區域的面積是多少 我來畫一下圖 然後等一下我們一起來想這樣好不好 他的圖是這樣喔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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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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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我看一下我有沒有畫錯 沒有畫錯,畫 然後他的圓心角是幾度?45度 來,這個45度 OK 生抽黃怎麼了? 上課請不要發出奇怪的聲音,這樣可以嗎? 這聽不聽得懂是一回事喔? 當然請不要干擾別人 來,看我們這邊喔 好 總共有問你,這個藍色的密集怎麼算? 這個題目要問你藍色的 這個,他刻本是畫紫色對不對? 這個膚色區域,我問你這個密集要怎麼算? 剪掉,誰剪掉誰? 這個扇形,然後把什麼東西剪掉扣掉就可以 這個三角形,還有這個什麼形? 正方形對不對? 好,那現在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喔 首先同學你告訴我 這個三角形是一個什麼三角形? 對,等腰直角三角形 這裡也是幾度?45度 來,寫上去囉 這樣可以嗎? 這不會很難喔 好,那我現在 就是請教同學喔 要怎麼算出這個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面積 還有這個正方形的面積 你只要知道一個東西就可以了 知道什麼? 邊的什麼? 長度對不對? 譬如說 我只要知道這個珠一是誰 來,我令這個珠一叫做X 來,你把它寫上去 好不好? 你這邊就寫 你就令這個珠一 線段的長度叫做誰? 叫做X 對吧 那我問你喔 這個EF的長度也是多少? 也是X喔 這個FG的長度也是X喔 這個珠G這個長度也是X 所以這裡也是X喔 這個A珠也是誰?也是X 換句話講 你只要能夠把X算出來 你看X算出來正方形的面積是不是就可以算? 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面積也可以算 算形的面積你本來就會算 這一題是不是就結束了? 可是這個題目最難的地方就在於 這個X要怎麼算? 這X很困難 這X要怎麼算你知道嗎? 你覺得這一題要怎麼做? 有誰要講嗎? 很好 你拿出你的筆 把A跟F怎麼樣? 把他領起來 要畫這一條輔助線 那為什麼要畫這條輔助線呢? 因為你這個輔助線 一旦把它畫出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AEF是一個什麼東西? 是一個直角三角形對不對? 那我現在問你喔 EF的長度是多少? 講話 EF的長度是誰? X啊 對不對? 這個A珠是不是X? 珠E是不是X? 那請問你 AF的長度是多少? 欸? AF 你知道扇形其實是披薩嗎? 它是從一個完整的披薩上面裁下 所以這個A其實是什麼星? 這A是圓星喔 對吧? 那這個F是圓周上的點 請問你這個AF代表這個圓的什麼鏡? 半鏡嗎? 那這個題目有告訴你這個圓的半鏡是多少? 它有沒有講? 有 它說半鏡是多少? 4更號5 來寫上去 它的半鏡是不是叫4更號5? 所以AB的長度跟AF的長度是一樣的 叫做4更號5 它們都是圓的半鏡 這樣可以齁 來,令珠E叫做X 然後AF的長度叫做4更號5 好,那你現在跟我說要怎麼把F求出來? 欸,你說要怎麼求X? 欸,這裡有直角三角形啊 用什麼定理就可以求? B是定理啊 B是定理啊 B是定理各是我們習斌的平方 4更號5的平方 會等於什麼東西? 會等於兩股的平方核 所以會等於X的平方 再加上什麼? 2X整個的平方 對不對?X是不是就可以算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裡是4X平方加X平方 所以會變成 5倍的X平方 會等於 欸,4更號5的平方是多少? 80啊 80啊 是80 所以這個地方你發現 X平方等於多少? 16 這個X指的是長度 所以請問你X算出來是多少? 4 沒有問題 這個數據設計得非常漂亮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就準備來得到我們的答案囉 你就這樣寫 索球 我就用扇形嘛 用整個扇形的面積 對不對? 然後去扣掉 這個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面積 你就跟著我畫圖 我們就大概這樣寫就可以了 然後再扣掉什麼? 這個正方形的面積 對不對? 我們就這樣做 欸,請問你扇形的面積是怎麼算? 應該有背法 扇形的面積叫做二分之一 什麼東西? R平方 請問你 R是4更號5 所以這裡要寫4更號5 平方 再乘上θ 請問你 這時候這個θ要寫什麼東西? 弧度 45度 請問你 它是幾拍? 四分之拍啊 對不對? 2分之一R平方θ 先把扇形的面積 這可以喔 然後再減掉 來,底層高除以2 這個4嘛 4乘4 來 4乘以4 底層高除以2 然後再減掉正方形的面積 4乘以4 有沒有覺得這種題目就這麼樸實無法?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打開是多少? 80 80除以8 所以這邊是多少? 10拍 再減掉 這是減掉多少? 減掉8 再減掉16 所以是減掉24 所以答案就是10拍-24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們在講什麼嗎? 中漢科 上科要把乳機拿下來 對吧? 很基本的嘛 把乳機拿下來 比較聽歌嘛 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中漢你要好好學 來,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確定沒有問題喔 好,沒有問題的話 我要改進度 所以我要直接來講下一個單元 好 來,那個收點幫我拍這邊 有些題目我沒有講 同學你要自己想辦法先做 來,你翻到那個課本第18頁 我們要開始來談三角函數的圖形 可以可以 OK 三角函數的圖形 你找個空白的位置 我們先來跟同學複習一個東西 你先畫一個單位圓出來 來,同學你畫一個圓圓 畫大一點 好 這是一個單位圓喔 半徑為一的圓 這樣可以嗎? 我們先來問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同學 這個圓 它的 東西南北 最極端的位置 它的座標 可不可以幫我寫出來 請問你 我現在畫的這個頂的座標是多少 講出來啊 這是多少 1多少 到點0 對吧 那上面這個頂座標是多少 0 到點1 左邊這個頂的座標是多少 負1 很好 到點0 然後下面這個點的座標呢 很好 來,0到點負1 我們想像這裡有一個動點P 來,這個P點 就在這個單位圓上移動 然後這個是圓點 你把這個P跟這個圓點把它連起來 我們現在也軸增向圍死邊 如果逆時針旋轉 這個角度 我們令它叫做誰 θ 數學上就規定 然後規定請注意 我接下來講這個東西是規定 所以你可能沒有辦法暫時問為什麼 請問你 這個P點的x座標 我們數學上就稱為叫什麼 cosθ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P點的y座標 就叫做誰 sθ 到底有學過嗎? 來,你先把它寫上去 快點,我等你喔 在單位圓上移動的這個動點P 它的s座標 就叫做cosθ y座標 就叫做sinθ 這樣有沒有問題 sin是指y座標 cosn是指s座標 好 然後我可不可以問一件東西 請問你那天群θ 指的是什麼東西? 複習一下喔 你知道天群θ 是根據定義 它是誰出義誰? 對,很好 它是sinθ 來,我會寫下面一點 對不起 來,天群θ 我會寫在這邊 sinθ 再除以cosθ 然後我問你喔 這個東西 它是不是可以改寫成這樣 sinθ 可不可以寫成sinθ-0 cosθ 是不是可以寫成cosθ-0 知道為什麼我要這樣寫嗎 這個代表什麼東西? y座標相減 這個00代表什麼東西的座標 原點的座標 y座標相減 除以s座標相減 請問你 它是op線段的什麼東西? 寫率 所以天群θ 請注意喔 它其實指的是這個op的什麼東西? 寫率 這樣有沒有問題 大概知道 我們高一都有 對這個東西 有初步的認識喔 我等你喔 你把它寫上去喔 快點快點 不要好好加油喔 我們現在要來畫三角函數的圖形 來你仔細看喔 我們要畫哪一個圖呢? y等於sinx的圖形 這個圖要怎麼畫? 你要仔細看喔 這個圖你就在課本上跟著我這樣畫 來先畫出一條長長的s軸 我希望你畫長一點 來快點我等你喔 快點 我們要畫這個圖喔 然後y軸在哪裡呢? y軸在這裡喔 來y軸在這裡 快點我等你 然後我覺得這裡可以先讓同學感受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感受到什麼事情呢? 我問你喔 y等於sinx 我們要畫它的圖形對不對? 對吧? 請問你 sin最大最大 有沒有聽花板? 就是說它有沒有一個東西是它絕對沒有辦法突破的 有沒有? 你觀察這個東西 sin是指單位圓上的點的什麼座標? y座標 所以sin最大最大 這個點它的y座標 這個點在上面跑來跑去喔 不管是逆著跑還是順著跑 反正它就只能在圓上跑 不管它怎麼跑 你告訴我它的sin最大最大就只能是多少 1 因為你最大最大就是跑到這裡 對不對? 90度或者90度再加360 或者再加360 不管怎麼樣 你跑到這裡就會有最大 所以sin會不會有天花板? 有! 它的天花板是誰? 1 所以你在畫圖的時候 請你先畫一條水平線 這一條水平線叫做誰? 叫做y等於1 這是sin的天花板這樣可以嗎? 天花板 它圖形不可能超過這一條線 因為根據這個圖形的定義 它絕對不可能比1大 這樣聽到嗎? 那我問你喔 sin最小最小是多少? sin的定義 sin是指這個p點的y坐標 這個p點在上面跑 不管怎麼跑 它最小最小就是多少? 輔贏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結界 你知道嗎?